谁人背后无人身,谁人背后不参人。语言就像刀,它们能带来痛苦,即使不是身体上的痛苦,在感情上也会留下很多痛苦的伤痕。做人,真正的善良不仅仅是有颗好心,还要有一张好好说话的嘴。 好好说话,是刻在骨子里的教养,是一种风度。经常有人说要请人算算风水,看看自己一年的运势如何。 其实,一个人的嘴,就是他最好的风水,管住自己的嘴,说该说的话,做该做的事,即使一辈子最好的修行。 朋友是一个话牢,只要有他的地方,就永远不会冷场。上周末,他来找我时,我刚准备去寺院,谁知他竟提出要我带他同去。 对于这个请求,我有点迟疑,毕竟佛门是一个清静之地,不便打扰。最后,在他再三保证控制嘴巴,一定少说话的前提下,我答应了他的请求。 然而,刚到寺院,他便圆形毕露了。 不是夸迎接我们的小和尚有慧根,就是跟正在清扫寺院的僧人聊天,说人家长的根佛很像,以后必是一位得到高僧。 如此一番言论,引起众人大笑不已,甚至将寺院的高僧也吸引了过来。 我本来想解释一下,但高僧接下来的话,却让我们都有点意外。 高僧说,这位施主,定是一个有福之人啊。 这下,轮到朋友兴奋了,立即上前请教,高僧何出此言? 高僧笑了笑说,嘴是最好的风水,不吝啬说这四种话的人,福气不请自来。 一,鼓励别人的话,你相信自己未来能修行成得到高僧吗? 高僧慈祥地问刚被阿水夸的扫地僧人。 我相信,僧人犹豫一会后,得出了肯定答案。 高僧听完,笑了起来,对朋友说,看,这就是你刚刚积累的福报。 朋友听完有点不好意思,表示自己不懂佛,刚刚都是瞎说的。 高僧表示,非也,无论出于何心,你刚刚都是在鼓励我们这位弟子。 你可知,他是一位内心自卑的孩子,而你刚刚一句鼓励的话,让他相信了自己。 是啊,鼓励别人是一件举手之劳的事情,而如今却成为稀有现象。 因为自尊,或是自我,越来越多人见不得别人好,喜欢泼别人冷水。 殊不知,你轻易一句否定的话,会给对方带来多大的伤害。 而像朋友这样善良阳光,总是鼓励别人,赋予人相信自己力量的人,的确不多了。 二,赞美别人的话,高僧接着说,赞美是人际交往的通行证,是一个人灵魂的修养。 大方说一句赞美别人的话,别人听了心欢喜,自己的心情也会很愉悦。 这种人身上,往往散发着一种积极乐观的正能量。 正如法国作家拉罗什夫科曾言,赞扬是一种精明隐秘和巧妙的奉承。 他从不同的方面满足给予赞扬和得到赞扬的人们。 朋友从进门开始,即使是第一次见面的僧人,也能毫不吝啬自己的赞美,给大家带来快乐,这就是他身上的正能量。 在此,高僧还告诫我们,赞美也需要一定的技巧,好的赞美一定是发自内心,让人觉得舒适而没有压力的。 比如说你真的是个好人啊,可以换种方式,说每次都能得到你适时的帮助,你真的是个好人。 这样就是论事,具体有细节的夸奖,才能真正走进对方的内心。 三,启迪别人的话,不要忘记有能力帮助别人是福分高僧说,这句话是华人首富李嘉诚曾在演讲中,对深深学子的寄语。 有能力帮助别人,不只是捐献金钱,解决人的生存担忧。 以自己的人生感悟,说一些启迪别人的话,更是一种精神上的帮助。 俗话说,受人以余,不如受人以余。 一次物质上的爱心帮助,是善行。 但一句让人有所领悟,得到启迪的善言,福分将更大。 通过别人的一句话,得到启发,或从此改变一些什么,这种经历,大家都不会陌生。 细心地发现,能够说出启迪别人话的人,其本身的眼界和格局都不会小。 所以说,做一个有内涵,有能力启迪别人的人,本身就是一种福分。 四,治愈别人的话,最后,高僧说,治愈别人,就是在治愈自己。 生活难免磕磕碰碰,有些人在经历一些苦难之后,难免沮丧,甚至一蹶不振。 这时候,最需要的就是别人一句治愈的话。 语言的力量是很强大的,也许你一句治愈的话,就能融化一颗受伤的心,一个不幸的家庭,甚至创造一个本不可逆转的奇迹。 然而,在我看来,能够说出治愈别人话的人,不会是按照书上念文字,而是其自己本身也曾无可奈何过。 正如著名导演田宇生说过的一句话,编剧不一定是个作家,但是他一定是个生活家。 我想,这就是高僧那句话的真实含义吧,治愈别人也是在治愈自己,通过自己在生活中的所得,去治愈别人,这是在众善音,将来必皆善果。 高僧说完这四种话后,朋友反而安静了下来。 对于他来说,经常说这些话,是自己想说的,说完之后自己也开心,但没想到这也是做好事。 其实,这种天性的善言,福报更大,因为不带有功利心。 但如果你生活中,很少说这四种话,缺少这种天性,那就从今天开始,培养自己,让自己养成这种习惯吧。 一定要记住,良言一句三冬暖,恶语伤人六月寒。 常言道并从口入,或从口出,也许有些时候,不经意间的一句话,就会给自己带来很多麻烦,甚至还有可能引来杀身之祸。 当年曹操手下,有个非常聪明的属下杨修,不仅有权有才智,而且非常会体察人心,但是这位聪明绝顶的下属,却因为口不择言而死在了曹操的刀下。 一次,曹操去视察刚刚建好的丞相府大门,曹操看了看什么也没说,在门上写了个活字,就离开了,剩下的大臣都面面相去不知是什么意思。 杨修仔细看了,看对周围的人说把门拆了吧,丞相嫌这个门太大了,一个门里面加一个活字不就是阔吗? 说明门太大了,丞相不喜欢,众人皆恍然大悟。 还有一次,曹操在攻打刘备的汉中时,久久攻打不下来,正在暗自发愁,这个时候传令兵走过来问晚上的巡影口号,此时曹操正在吃鸡,于是随口说道,鸡肋。 当时杨修正好经过听道,就立刻回去收拾行李,并且到处对军营里的人说鸡肋就是食之无味,弃之可惜。 丞相是觉得这次久久攻打不下来实在是乏味,所以丞相打算退兵了。 也许曹操本身是有要退兵的打算,但是也还没有确定下来,可被杨修这么一说,乱了军心,自然是非,退兵不可了。 一个丞相居然让自己的下属替代自己做决定,肯定是不能再忍了,因为杨修过于聪明,了解曹操的一举一动,而且口无遮拦,最终惹来了杀身之祸。 曾国藩,行事不可认心,说话不可认口。 很多时候,说好一句,也许多一个朋友,说话一句,也许得罪一帮人。 好了,本期的视频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,感谢您的观看。 如果您也喜欢本期内容,请给我点个赞,还可以在右下角点击订阅,或者分享给您的朋友。 您的支持是我最大的动力,咱们下期再见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